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要说本集好声音,哪位学员争议最大,我想一定是曹阳了 曹阳的形象上面是非常占优势的,阳光帅气干净,给人一种临家大男孩的感觉 肯定有不少妹子喜欢这一款,加之他又是周杰伦旗下的艺人 还有邹董的这层关系,自然就让他更加受关注了 节目组明显对曹阳非常关顾,在曹阳忙选之前就不断的给他镜头 就连他的采访片段也长达五六分钟之久 再看看其他学员,有的甚至是连采访片段都没有 节目组的用心大家都心智肚明了 节目组试图把曹阳打造成超实力唱将方便后面力挺他上鸟槽 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曹阳的实力跟他享受的待遇似乎不是那么匹配 很多人都认为曹阳实力被高估了 有一说音,曹阳的唱功真没啥大毛病 根据现场的一位叫做ZIBO评审的评价来看 在所有的学员当中,曹阳的演唱几乎是零瑕疵 而其他学员多多少少都有瑕疵 包括单一纯那样的大热门学员 但曹阳最大的短板就是情感缺乏 听他唱歌就只是在听他唱歌 完全听不到他内心的声音 上周PK赛曹阳演唱的歌浅 以及昨晚演唱的漫漫就完全属于扯着嗓子在唱 感觉像是在KTV飙歌一样 总之呢,我是一点也没有被攻击到的 听完之后完全没有听第二遍的冲动 即便是这样,谢霆锋昨晚还是把最重要的两分压在了他的身上 别小看导师压分这一行为啊 能够被压两分的学员十有八九会上鸟槽 就像是李剑把两分压给单一春和宋玉宁 李雨春把两分压给潘红 李永浩把两分压给斑马森林一样 导师们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只不过这就让贾一腾和傅信尧难堪了 按照网级规律啊 最强战队一般会有两位学员上鸟槽 如今呢,陶阳占了一个名额 那就只剩一个名额了 而傅信尧和贾一腾又都是种子选手 谢霆锋会把另外一个名额样给谁呢 看得出来呢 谢霆锋对贾一腾和傅信尧都很重视 而且两个人的确都有实力 目前暂无败继 傅信尧唱功不俗 声音灵动辨识度高 贾一腾是原创学员 很有冲劲 两个人实在难分高下 但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傅信尧 傅信尧两次击败高锐绝非偶然 而高锐从被淘汰到被复活一路走到现在 他的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丝毫不比傅信尧逊色多少 傅信尧面对高锐两次都能够取胜 说明确有其过人之处 他的音色的确是一把利器 高锐输就输在了音色之上 在所有的学员当中 能够打败高锐的不会太多 傅信尧就是其中之一 贾一腾的创作水平有待提高 他的歌词永远都有一种故作深沉的感觉 旋律平淡无奇怎么听都不顺 说实话 昨晚贾一腾带来的原创歌曲《黄昏行》 的确要比上一首《走》要好很多 但也不至于到惊艳的地步 个人认为编曲加了不少分 尤其是歌曲最后的编排 让整首歌增加不少 似乎贾一腾永远都是靠编曲取胜的 上一首《走》不就是典型的 靠编曲包装的歌曲吗 这样对比下来 我觉得傅信尧上秒叉的可能性更大 除非贾一腾后面能够拿出 更好的原创作品 不然以他目前的水准 谁能够走到最后显然比较困难 并且在上周五皮一赛当中 由于李永浩战队 马兴仪暂时退赛 所以谢霆锋选择少压一分 那么少压的一分 就是从傅信尧那里扣掉的 如果李永浩战队满园 那么压两分的就是傅信尧了 谢霆锋的心思已然明朗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